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進來Parkway Bosa在Suri的表演 之前和大家分享過資料 現在實地進來和大家看看它的功能 最後會和大家分享整個表演發展的概況 我們現在在東北邊的兩房兩次職位 即是示範單位 日室內總尺數是756呎 它的特點是分開兩邊的房間 這邊一個房間 廚房後面一個房間 這個廚房客廳空間之外 有兩個露台 這邊一個 那邊一個 總共有三道門可以去到這兩個露台 這邊是sliding door出去 這邊有一道sliding door出去之外 這邊在廚房還有一個門可以進來 這是一個設計的特點 我們現在來到廚房空間 講解一下它的電器包裝 這次Bosa這個Project Parkway 它主要是用Bosch的 爐頭和下面的焗爐都是Bosch 這些尺數全部都是統一24吋的尺寸 無論你買哪一隻職都是 countertop的space 包括這一邊都中了quartz 全塊石櫻 然後後面都是完整的石櫻 我中間沒有看到的節縫 它的櫥櫃面主要都是淺木色的組合 大家出去看看色彩膏 就會看到另一隻叫Night的深色色色 這裡有一個開放的顯示器 用了再深一度的顯示器 去搭配其他淺色的顏色 這裡可以放一些帥氣的東西 去顯示一下 上面還有三格小的儲物空間 這邊是洗碗碟機 Bosch的牌子 這裡有三格櫃桶 全部都是Soft Clothes 現在這些設計全部都是沒有手柄 而且大家看到裡面 都包了同一種類型的木紋包邊 裡面都會做到的 這個countertop是電的 是電池爐 不是我們平常見到的電爐 雪櫃的話 大家現在看到它是30吋的雪櫃 如果大家最後賣的是一房 或是兩房私療的單位 雪櫃會比較小 是24吋的 牌子也是Bosch 我打開給大家看看 這個30吋的雪櫃 下面有兩格櫃桶 這個中度其實都是貫切了Bosch的設計 它是怎樣的呢 這個Illand就是 Bosch 不是不是不是 Bosch 貫切了Bosch的設計 不止一個project 看到類似這樣的東西 這個中度是FIX 牆壁上面都有一些USB的按鈕 可以插USB 下面有微波爐的空間 還有儲物空間 微波爐就是這裡 下面還有一格櫃桶 讓你擺爐盤 上面這塊是什麼呢 就是這張桌子 其實是可以伸縮的 現在大家看到 它拉到最長的長度 就是一個四人桌的空間 這張桌子其實可以縮進去 或者你可能說 只有兩個人不用開到那麼出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看 你現在是不是縮時攝影 現在是三塊板 我們直接推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 接著怎樣 不明白 我的腳要收 不是 我的腳要摺起 下面的腳 這樣 這樣就可以完全摺起了 好 好 如果把整張桌子收起來 就不可以不見了 也會有一塊板外面 蓋好 這樣就美觀一點 當然如果你沒有這張餐桌 你這個空間就會大一點 或者可以擺 另外你自己喜歡的餐桌也可以 好 我們玩完了 現在幫你開飯 那麼厲害 蛤 好 他也沒有說 不要移動 好 我們去看看露台 首先有一個露台 就是廚房這一邊 根據單位的話 這一邊就是向著北邊 其實它是一個很長條型的露台 這裡廚房有一道門可以進來 這邊又有一個隙間扭 可以去單位裡面 到這裡可以放些桌椅 我們又去另一個露台 另一個露台跟它是獨立分開 不可以雙通 但是也是一個挺長的空間 比剛才短一點 也可以經過露台 看回自己的房間 有環節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露台兩邊都有彩光 所以光線各方面會不錯 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現在去做的露台 和室內空間 其實是比較平的 以前一些舊的設計 你有時候會看到一級突起 走路容易撞到 現在它都會盡量做到平 而且以前有時候會有一塊白色波起的東西 踏得多便會污垂 而且很容易有織 現在它是地板 連接了這個鋁合金 直接出露台 感覺上就好些了 另外露台 它有少量的名額 可以將露台有少許更新的 就是上面或者某個位置 可以放露台的熱器 用露台的時候就會暖一點 不過這個應該是不適用於所有單位 到時候有這個資料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去看看房間 這個積的畫 它是兩房兩次 它是分開兩邊 這一邊是客房 客房的話 就剛才的窗望出去 就是同一個露台的景觀 另外 客房就會用這個客廁 走出來兩步便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洗手間的話 它都會配合剛才廚房的顏色圖 桌面有空間放東西 然後有兩格大櫃桶 裡面都是木紋包邊 兩格大櫃桶 上面這些都是有Medicine Cabinet 三個 裡面還有LED燈 裡面全部都是木紋包邊 這些磚都是兩呎成一呎的尺尺 有一個可以轉動的 還有一個可以Handhill shower 這個Handhill shower 也可以調校高度 有些按鈕就在這裡 這個就是浴缸和Shower 然後地磚也是兩呎成一呎的 這些淺灰色地磚 我們去看看主人房 房間的尺寸比剛才的客房大些 大家看到這個淺綠色的櫃其實是升級 如果你要升級的話 就是這兩邊之外 這個原本做好的衣櫃空間 亦都會同樣Style升級 亦都會繼續有多些儲物空間 但這裏就是一個書桌位 然後這裏打開也是衣櫃儲物空間 到時大家買完之後 隔多幾個月就會聯絡每一位消費者 看看你們需要不需要升級 到時再決定就可以了 首先下一次是用了浴缸 所以主人房大家會看到是Shower Stow 這邊大致上是一樣的 座廁都是一樣 Shower Stow 用的是纖維底盤 有框玻璃門 亦都有些扶手 一樣是Ring Hat 加一個可以拿下來 調節高低度的花灑頭 亦都有毛巾位 還有一個更新 剛才說了露台更新 房間closet更新 主人房的地板 亦都可以更新 暖地磚的功能 地板也是Laminated地板 亦是比較闊條形的設計 Color Scheme也是更新 默色的 我們可以看看洗衣機位 它做了在走廊位 是Bloomberg的牌子 上下搭的Dryer和Washer 然後呢 這個現在說Do not enter 將來這個位置 會放一個AC unit 因為這個單位是有冷暖氣供應的 它使用的主要是Heat Pump System 所以每一間房間有部機 你可以定期去換濾濾 這個會是Entry Closet 入門口有個衣櫃給你掛衣 我這裏就是門口位 好 這條是Sky Train軌道 中間是Surry Central的Sky Train站 我們那個樓盤項目 其實就是這四棟樓 我們在東北角度 這邊是北這邊是東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是這棟樓 是東北角度這一棟 所以它由這棟樓 或者這一個的Site 走到Sky Train站 是說幾分鐘便可以走到 Sky Train站附近的Portle 之前也有分享過 首先它有KPU和SFU的分校 都在這裏 City Hall在這裏 市政府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是很旺長的 長期都有很多專業人士或者學生或者住戶在這裏 這裏是整個商場 Best Buy 大統華那些都在這裏 所以整片這裏 其實很多High Rise 和Mall都很新 都是新發展的區域 方向方面 我後面是北邊 這邊是東邊 總共有四棟High Rise 四棟High Rise的中間 亦有一個空間 配合了兩個很矮的建築 那些好像是兩層樓高的東西 近一點我們Expert這棟樓的 會是Parkway Club 即是會所中心 前面這棟是商務的 有些店舖、餐廳、食肆 西南角那邊是Sky Train的軌道 這條是City Parkway 都是行車的 我們說回這次Expert的建築 就是這棟東北角的這棟樓 它其實是17樓以下 包括這個矮的 都會出租的 所以是18樓以上 去到50樓 便是可以買的 一個residential home 你如果是租客 和自己的住宅 其實是兩個Lobby 它有兩個Lobby 這邊是入車Garage 旁邊都有一個小Lobby 便會是for rental去用的 另外如果大家來到這一邊 這裡有一個grande的Lobby 便是比較高樓底 設計比較漂亮 容易通去的Club 這裡會是grande lobby 便是給這棟大樓的住戶 另外去到51樓 便有一個resident club 這個便是delegate for住戶 only 即是租客不會用到51樓的設置 剛才說的示範單位 其實就是這陣子 東北角兩個露台的單位 除此之外 另外這幾棟是什麼 這個應該會是第二棟推出來賣 或是建造 它會是由residential組成 以及一些商店 或是商店 或是辦公室 這一棟會是Rental 然後後面這一棟都會是住宅 程序應該是1234 這一棟就是Expert的建築 Parkway Club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它是會兩層高 樓下會是一個很高樓底的gymnasium 可以玩不同的球類活動 包括排球 大家知道排球需要的高度比較高 但它可以玩到排球 另外樓上這裡 裡面會是一個比較大的gym area 也可以連接到後面 有些study area community area 其他的設施 例如Party room 也會在這個club裡有 後面這個pavilion 主要就是未來 可能會是餐廳 或是商店 或是超級市場 這個應該會是後一點時間 一梯是11個單位 其實中間夾著這些 全部都是一房 向北向南都是一房 尺數都是510呎左右 另外兩邊 08和10是比較大的兩房 我們剛才看示範單位的plan E 是08單位 中間夾了一個 有機會是one bag 加607呎 有多個guest room 可以放單人 床有sliding door 但樓層低一點的時候 其實它會變成一房 所以它會有些不同 另外這邊的兩個corner 就會是小兩房 706呎 兩房加1.5個廁所 一個廁所是full bath 一個是powder room 這兩個兩房的中間 它夾了兩個studio unit studio unit的尺數 大約是396呎 全層的float plan就是這樣 所有的float plan 資料 其實全都在我的網站 pierriquite.com slash parkway 裡面就有了 大家可以隨時上去 下載下來 價錢方面 之前跟大家說過 現在有少許修正 所有單位 我們現在看的 starting price 都是由20樓開始計器 因為下面主要有 Rental building CDO 396呎 開價大概在30萬尾 去到40萬宗 一房單位 500呎左右 那就是55萬到65萬 一房間 即是這個guest 可以睡覺 放放到一個單人床 那就是由60多萬 到70萬 都有機會 兩房間 1.5個洗手間 即是多於powder room 那隻職 即是西北西南角的職 那就是70萬宗 到80萬頭都會有機會 然後兩房兩次 到750多呎左右的單位 這個最大的職 即是示範單位的職 那就是70多萬 到80多 90萬都有機會 Deposit structure 就20% 那管理費那方面 我們大約是 6毫子 到6毫三左右 一呎 它包括你可以免費 去使用amenities 51樓那個club Rooftop club 和Parkway club 都是可以免費用 另外就是 亦都會有個16個小時的concierge 在你的建築樓下 那它收了工之後 亦都會有security去patrol 有兩個service都有的 管理費都會包含冷暖氣 熱水的使用 垃圾排污等等 那些東西 那就是沒有gas 因為它是用電磁爐的 所以這些電的東西 就自己給回電費 上網的都是自己給回 那好了 那現在我們的流程 是可以進來preview 還有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已經可以填寫 我也幫很多客人 開始填寫了 這叫Suite Request Form 那就是會寫你的ID資料 然後就是你對哪些單位有興趣 然後選擇preview123 出來售樓中心的外面 這裡 其實售樓中心的地方 就是在地盤 就是我們將來parkway 這個項目的size 這裡 我們售樓中心的這個位 就是會是第四座 就是最後一個座 第一座就是前面 就是東北角就是那個方向 其實現在大家看到 全部都是地盤 已經在挖地 是在蓋著 所以你說2026年 可不可以收到樓 我覺得成層樓都挺高的 起碼不是說還沒拆 這邊的地盤全都在施工 這個位置是第四座 第一座 第二座 第三座 旁邊就是sky train trac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今天這麼巧哪有大帽 所以可能蒙蒙的 大家不看得很清楚 興趣的朋友 最快和我聯絡 拜拜